楚怀王雄心本是战国时楚怀王的孙子 楚国灭亡后 沦落为民间的放牧人 后被向梁拥做楚王 成为向梁叔侄的傀儡 那既然雄心做了这个有名无权的楚怀王 又为何会惨遭向羽的杀害呢 汉元年4月 刘邦在韩信与张梁的协助下 策划东晋着手攻打楚国 这时当地的一位颇有名望的老者 向刘邦转述了异地被项羽暗杀在往南迁徙的路上 进而建议刘邦可以以此为借口 讨伐项羽 项羽作为人臣 诛杀君主 视为大秘不道 是天下共同讨伐的秘贼 这样一来师出有名 可成大事 刘邦听从了老人的建议 披麻戴孝为异地发丧 全军将试着诉服 举哀三天 并派使者告知各国诸侯 项羽不遵守人臣之道 誓杀君主于江南 现东进鹏城收三河将士 调动传之 我愿意和诸侯一同讨伐项王 项王与异地之间的矛盾 首次出现在巨鹿旧赵前 那时怀王主持天下大局 约定谁先攻下关中 谁就是秦王 这时项羽毛遂自荐 愿意带领部队进攻关中 被楚怀王拒绝并派刘邦丹此重任 此时的楚怀王是有意摆脱项羽的控制 逐渐地在培养能与之抗衡的力量 这时的项王就心生不快 在拯救赵国时 项羽私自杀害怀王的姓父宋义将军 自认楚军的将领 面对已成事实的现状 手里没有什么实权的怀王 也只能吃下这个哑巴亏 也正是因为此次事件 两人再也不能和平共处于同片天下了 项羽在解救了赵国之后 打败秦军 率领部队进入关中 这时项王派人告知怀王 我已经进入关中 这个天下要怎么分 怀王简单地回应 按照原来的约定 这时的项王就不乐意了 按照约定的话 这关中的地区应该归刘邦统治 就没有他什么事了 可能此时的项羽便起了杀心 然而项羽无视怀王之约 徒自封为西楚霸王 分封天下 论功行赏 楚怀王本是六国的君主 如今项羽做了这天下的霸王 更要置他于何地呢 在项羽经过深思熟虑后 决定将楚怀王尊称为异地 比原来的地位更高一筹 其实大家都知道 只是徒有虚名罢了 实际上就是一个首无实权的傀儡君主 自封为霸王的项羽定督彭城 但身在彭城的楚怀王 又成了他的障碍 于是连夜派人将书信送达 信上说 自古以来的帝王 都居于江河的上游 金长沙的郡称县处于长江上游 正是君主居住的上好之的 请异地迁往江南 空有名号的异地又有什么能力 与向王所抗衡怎么能为 思虑再三 异地不得不被迫南下 离开彭城 异地门下的大臣们也纷纷离去 自谋生路 如果这样就结束了 也不会为刘邦后来留下讨伐项羽的理由 即使将异地流放江南 项羽依然不甘心 在异地经过九江国时 被得到命令要处死异地的九江王杀害 异地之死 也正式地了结了二人之间 关于楚国政权的争斗 从事后的结果来说 向王世君 使得人生中留下了道德污点 也为以后被诸国联合征讨埋下祸患